哇 这就够危险了 画面中的人叫王金平 今年64岁 但一身的腱子肉 让他看上去只有50多岁 王金平是一位健身达人 记者在北京见到他时 他健身已有三年了 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 补上医院去 是不是 你天天上健身房来 补上医院去 别看王金平体格健壮 气色年轻 其实他也曾经历过一场大病 而正是这场病 点燃了他健身的动力 不做手术恐怕真没有锻炼的意识 做了手术以后住院的时候 没事就上东南公园去玩的 一看毛老头玩单岗玩双岗玩特别好 特别欣赏这个 那时候就下决心病好了以后 我也就是玩这些单岗双岗锻炼 做这个 做手术 做手术还行 影响腹肌啊 对吧 影响腹肌 那就把腹肌破坏了 如今王金平每天下午4点到7点 都要到健身房练肌肉 几乎雷打不动 为了保持自己的肌肉身材 他也开始注意饮食 多吃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 体脂率保持在10%左右 这样的生活习惯 不仅让他越来越健康 自信 也感染了他的家人 我是女孩 他们以前有时间了 我就让他们上健身房 也跟我一块练 也不用挺教练 我就当教练 你们老伴经常也让他练 早上我们家人身材还行 没事在家里就来到镜头 算起先手 我觉得 这个人呢 吃饭睡觉 还有一个锻炼 这三样 哪样都不能少 只要今天你吃饭了 睡觉了 我觉得就应该锻炼 我叫潘江 我是一名视障者 现在在马湾出发社工作 我平时很喜欢打太极拳 潘江练习太极拳已有两年 他告诉记者 对于盲人而言 太极拳 瑜伽 八段锦等需要器具较少 场地要求较低的运动 是比较适合他们的健身方式 太极拳的话 就是那个可以在屋里 可以在室内 就甚至自己家里就可以去做 所以就会觉得很方便 再一个想减肥 当时是九十公 九十公 现在应该八十多 以前就这个季节总会过敏 就是那个鼻子 痒啊 总会有那种感冒 然后就练它以前第一年 就没有 感觉就是那个 就症状很轻 不过 叛将坦诚 盲人学习太极拳 也的确存在一些困难 一般老师光靠说 我们肯定学不会 那个老师 段老师就手把手的 一个动作 一个动作 给我们比红 比红 然后那个反复地去教 然后第二堂 还要复习这个动作 所以慢慢地 完了也是要练嘛 慢慢地就掌握了一些 但是肯定也不会像明眼人 能做到很标准 比如说要转圈 就是他会在最上转嘛 就转到什么位置啊 这个有的时候 盲人看不清 就不好把控制 虽然过程艰难 但盘江依然认为 视力不应当成为 运动的障碍 他更骄傲地表示 其实明眼人能做到的 盲人都能做到 盲人都可以做 盲人好多 就可能学得慢嘛 肯定不会有明眼人 那么快嘛 我觉得好多 还是心理障碍 可能看不到嘛 就是可能觉得 这个学这些动作呀 很困难 一般就是可能 看不到觉得 就是那个不像明眼人 那么方便嘛 再可能觉得 也给老师带来 一些很好的麻烦 盘江说 他希望未来 能出现 专属于盲人的 健身场馆 设置盲道 盲文等设施 让盲人的锻炼 可以更方便 更自在 让残障人士 也能更多地参与到 全民健身的浪潮中来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